大家好,我是小静 秋天来了,又到了吃内玉米的季节 玉米软糯香甜,我们大家都喜欢吃 殊不知,比玉米更有营养价值的玉米须却被我们扔掉了 玉米须又被称为神仙须 老一辈人常说扔玉米须等于扔钱 自我记事起,奶奶就经常用玉米须来做茶水喝 玉米须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 我们跟这视频一起了解一下吧 首先,准备一把玉米须放入盆中 加入一小勺小苏打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先把玉米须浸泡10分钟 小苏打可以稀释出来玉米须当中的虫卵和杂质 接着,再准备20克玉米 20克赤小豆 把玉米和赤小豆放入平底锅中翻炒一下 玉米属于凉性,翻炒一下去除它的寒性 赤小豆比较难煮熟,翻炒一下可以缩短赤小豆的煮制时间 翻炒的时间大约5分钟就可以了 炒至一米,表皮微黄就可以出锅了 接着,再把赤小豆一米倒入盆中 加入清水,把赤小豆一米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再把食材过滤出来 10分钟过后,玉米须就浸泡好了 浸泡好的玉米须把它抓洗一下 抓洗好了之后,再换清水,把玉米须彻底的清洗干净 玉米须无毒无刺激,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和矿物质 是非常天然的保养品 清洗干净的玉米须,把它瀝干表面的水分 接着,把玉米和赤小豆放入养生壶中 加入约1200毫升的纯净水 先把玉米、赤小豆煮上40分钟的时间 40分钟之后,再把玉米须倒进去 继续煮上10分钟的时间 玉米须煮水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 这道茶水喝起来还有一股玉米的清香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我们下期见,拜拜